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怪当初你获得洛书后 没人能抓到你 感情你根本没出去 反倒来了破碎界第四层 莫无忌语气很是平淡 如果说之前 他还将慕容湘羽当成算是认识的故人的话 现在他眼前的慕容湘羽就是一个陌生人 慕容湘羽面色一冷 寒声说道 那是我的事 我的耐心有限 奉劝你快得将洛书还给我 否则 别怪我翻脸 莫无忌哈哈一笑 慕容湘羽 要脸吗 我怎么不知道 将洛书还给你 当初若非是我 你连洛书的皮都看不到 我救你还帮你保下了七张洛书 那是我大度 换成别人 你骨头炸子都没了 两张洛书是你报的救命之恩 换句话说 即便当初你将七张洛书全都给我也不为光 书竟居然问我要洛书 你说你还要不要脸 莫无忌这话可真没瞎说 换成任何一个人 就算是救了慕容湘羽也绝对不会不收洛书 慕容湘羽用七张洛书换命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慕容湘羽只给了两张洛书莫无忌已经是非常过分 现在还想莫无忌还 的确是有够不要脸 莫无忌救慕容湘羽的确不是为了洛书 若非是慕容湘羽如此的不要脸 他也不想将这种恩惠挂在嘴边 可惜慕容湘羽不会这么想 在他想来 莫无忌救他是应该的 因为他就应该站在最高处 他就应该被别人尊敬 至于他拿了两张洛书给莫无忌 那是当初他不懂事 现在岂能不拿回来 不要说在这里看见了莫无忌 就是没有看见莫无忌 他将来也会四处寻找莫无忌 将洛书拿回来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洛书的可怕 如果说炼化一张洛书是一百分的厉害 那炼化两张就是两百分 三张就变成了四百分 这种强大是逐渐增加的 他不过才先王初期 但他肯定就算先王后期 他也有力一战 原因就是他炼化了五张洛书 洛书博大精深 大道气息浩瀚犹若烟害 这种宝物只有他慕容相语才配拥有 曾经他实力不算很强 但他却得到了洛书 这就说明洛书就是应该属于他的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你找死 慕容相语的耐心耗尽 抬手卷起了一道素白色的丝林 丝林幻化成万千冰寒 裹向墨无忌 墨无忌抬手一卷 直接将苏柔二和豆花龙卷出了战圈 跟着祭出了半月重击 漩涡领域瞬间伸展 周围被慕容相语冰寒禁锢的空间 在这一刻又发出了食指般的咔咔声响 墨无忌的半月重击 化作长壳直辟而去 别说墨无忌早把慕容相语当成了陌生人 就算是熟悉的人 他的实力也没有资格在慕容相语面前留情 慕容相语感受到自己的冰寒领域 正在寸寸碎裂 他心中一灵 他可是先王之境 领域更是独特的冰寒领域 哪怕墨无忌是先王 也无法直接用领域搅碎他的领域 可事实却是 他的领域在墨无忌的领域面前并不够看 轻松就被墨无忌的漩涡领域统统搅碎 因为他知道墨无忌的功法有些古怪 很难看出修为 所以在他动手之前 他肯定墨无忌最多不过是一个大乙仙而已 能把墨无忌看成大乙仙 他已经很看住墨无忌了 毕竟这才几年时间 不可能每个人都和他一样 拥有落书这等宝物 落书中可是有世界的 落书的世界不但可以叠加空间 还可以叠加时间 他进击到先王可不是几年的时间 而是使用了落书中的时间加速 可现在墨无忌表现出来的实力 岂止是大乙仙 这就是先王也不过如此 领域破碎 慕容湘雨再也不敢将墨无忌当成蝼蚁 双手幻化出无穷的手绝 跟着一张落书被他寄了出来 落书瞬间化作一座石拱桥 而这石拱桥几乎将墨无忌的领域完全吞噬 墨无忌就感觉自己的漩涡领域 被这石拱桥下的拱斗全部卷走 下一刻就和慕容湘雨的冰寒领域一般寸寸碎裂 墨无忌先缘狂有 银河几盲更是疯狂的聚集 化作一道皮链而落 他的长河神通 之所以没有干掉雷鸿基的万军雷锤 不是因为雷鸿基的万军雷锤 雷系神通过强 而是因为雷鸿基的万军雷锤 不仅仅是雷系神通 更是力量神通 他的长河因为没有完善 所以才被万军雷锤直接以力量撕开 他没有领悟力量法则 也没有力量神通 不过他的猎语拳可是带着力量的道运气息 和万军雷锤有着类似的效果 墨无忌可不相信 慕容湘雨也能和雷鸿基一样 拥有强悍无匹的力量 长河倾斜而下 慕容湘雨的石拱桥发出一声咔嚓之声 接着 鲸刻碎裂 消失无踪 一道血痕 从慕容湘雨的眉心伸展下来 渗透出了一些血珠 慕容湘雨周深的杀鸡更加淋漓起来 我说你居然也如此胆色了 原来也是晋级到了先王 看样子 你也是练换了洛书 用了洛书中的时间规则 既然如此 就给我去死吧 慕容湘雨一声力喝 雄伟磅礴的厚重气息 铺天盖地碾向了墨无忌 墨无忌感觉自己的呼吸都有些困难 这一刻 他的那些道运 似乎完全被这种厚重的气息压制 就是石海也顿着起来 那是一种远古文化的沉淀碾压 是一种浩瀚历史气息的碾压 这是洛书中的本质大神通 墨无忌心里焦躁不安 在这种碾压之下 他甚至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 绝不能让这个女人继续下去 墨无忌的心里涌起了无尽的杀机 拥有五张裸书的先王又如何 他一样要杀 除神落除原落疯狂运转 墨无忌双手缓缓转动 他的速度比慕容相遇要慢得多了 一道道生死气息从手中慢慢渗透出来 这正是他的顶级神通生死轮 在此种情况下施展生死轮 是墨无忌早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若是让慕容相遇这种强者出去 一旦遇见了岑淑因 那就是一种灾难 因为岑淑因的身上还有一张洛书 也正因为如此 墨无忌才起了杀机 生死轮的死亡气息刚渗透出来 慕容相遇当时有所感受 他的身子微微一震 他实在是想不通 在自己五张洛书的大道压制下 墨无忌为何还能反抗 可那种死亡的气息让他惊惧 他感受到这种气息 在他和墨无忌之间环绕 最终他和墨无忌必须死一个 慕容相遇有些犹豫了 他很清楚 现在他连洛书的万分之一威力都无法发挥 若是死在这儿 那岂不是冤枉 洛书在墨无忌身上 他随时可以拿回来 他就不相信 墨无忌的修为比他进步还快 等他进去到先尊的时候 墨无忌还是先王 那时候他再来收拾墨无忌 一想到这儿 慕容相遇守一张 五张洛书紧接被他收起 下一刻便是身形一展 原地消失无踪 可惜他不知道 破碎界第四层 只有先王之下才能进来 墨无忌现在并未进击先王 若是他知道 恐怕他今天就不会走了 墨无忌松了一口气 虽然他也很想杀慕容相遇 但他心里清楚 他杀不掉 不是他的实力不如慕容相遇 而是法宝不如 如果慕容相遇没有五张洛书 即便是先王 他一样可以干掉 但那五张洛书太强了 强大到他根本就无法阻拦的地步 假如慕容相遇在他的生死轮下不逃 最后很可能是他被生死轮反噬 好在此次战斗令他收获颇风 等闭关之后下次再见 他绝不会像今天一样被洛书给碾压 大哥 这女人修为上涨好快 见慕容相遇走掉 豆花龙急忙走了过来 他知道是慕容相遇 苏柔二爷走了过来 他的眼界比豆花龙高得多 他看出来 墨无忌不是打不过慕容相遇 而是法宝没有洛书厉害 走 我们现在就回去 此处不宜就留 墨无忌凝重地说 他的道的确是自创的 可是他的道还远远没有完善 这次刚到第四层 就遇见了几个强大的对手 不说逆天的雷洪急 那蒙印三也不简单 还有拥有五张洛书 修为一只先王的慕容相遇 正如墨无忌所料 他带着二人从破碎界四层出来的时候 并未被拦住 尽管他们一出来 就由树道顶级神念扫过来 但却根本没人将他们几个放在心上 一直到离开尖角先须 坐上了墨无忌的飞梭 豆花龙二人才是聪了一口气 花龙 我要去一趟鹰水县城 那夜火红莲 等我到了宗门后再给你 墨无忌担心 豆花龙暂时无法遮掩夜火红莲的气息 被别人发现 一旦被别人知道 夜火红莲在豆花龙身上 后患将是无穷 豆花龙还没说话 苏柔儿却主动开口 师兄 花龙现在才还金仙 我认为 他要用夜火红莲 至少到先王境界 夜火红莲不如师兄先用 以防止下次再遇到那个女人 苏柔儿没把豆花龙砍成外人 正因为如此 他才会有此一言 不朽凡人 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 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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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